我今天要来讲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那就是上厕所 我觉得上厕所是没有什么有趣的 但是老鼠说妙妙里都有学问 上厕所很有趣的 我 vegble都可以翻 一对兄弟与 function 住在楼上楼下 有一天楼上哥哥两极小上厕所 一推门就发出了 个rrrrr的声音 这个 个rrrrr的声音 就把楼上的弟弟给吵醒了 然后弟弟就抬头 喊了一句,哎哟,美帝很清楚,美帝会问我,什么叫做,哎哟 哎哟呢,就是原住民朋友的发语词 那他说,哎哟的时候,就是代表我要说话了 弟弟就在楼上这样,哎哟 哦,那么晚了,说谁在上面屁屁屁屁屁,又不说话,很可怕呢 他老三哥哥也回啦,哎哟,孙女哥哥啦,你不要怕,我去找到厕所,很快就回来了啊 啊,老三哥哥,我去找我,我去找我,他不去 啊那个晚上贴气很理由哦,你出去也要穿地区啦 不然你明天晚上,不然你明天早上起来哦,你那个鼻子就吐死理由了啦 那两个小哥哥一眼,我去找他 我已经穿很多衣服了啦,那你不要一直吵我啦 那我刚刚在我厕所去睡觉,每天我们在一起喝酒 哦,刚才那一件事,让我们知道啊,这个国语是不是最简单的话 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只要用国语,用四个字,一句话,四个字就可以了 刚刚那一件事比较好,我再来讲一次 好,我又以为你分为这种小哥哥哥,我再来讲一次 我以为了那一件事,好,算试不吞的哥和猪子,一把恤字给揍析了 老是谁,一个狗,鸟狗多和鸟 你看四个字,这个四个字,你们以为呢就是国语呢,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话 但是不一定哦 还有一个讲的话就是米南鱼 米南鱼又怎么讲呢? 西米南 西卧 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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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三个字 但是我刚刚讲的是北部版的 我南部阿公不这么说 我南部阿公说的是西米南 西米南 西米 西米 你们一定会觉得米南鱼是最简单的话 那也可不一定哦 还有比它会更简单的话 当然有 是 客家语 什么嘎 奶奶 什么 黄妞 两个字 你们一定会觉得客家语 两个字是最简单的 如果还有比它更简单的 那就 根本不算简单 因为准备一个字吧 那其实真的有一个字 那就是东山的 也就是孔子 孔子呢 你们一定会觉得太多话 对不对 不会有那么少话 但是是真的 谁 爱 少 尿 一个字 跟他们一样简单 一个字 如果我找到大人比他更简单 那我们就变成神了吧 哦 原来还有比他们跟他们一样简单的 虽然是一样简单 但是跟他们一样简单 反正就是一样简单 就是一样简单 就是美国人 来听一下哦 who meets what 一个字 跟他们一样简单 谢谢大家